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夫七射到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55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 The Last Class的山羊魔 出自于《银者战士》里头的一个角色 那《银者战士》这个系列呢 其实我也只看了极少数极少数的 嗯 还不是看了极少数几集 是看了极少数的片段 那山羊魔的话是里头的三位重要反派 其中之一 那么先前经典3.0呢 有一款变成坦克形态的山羊魔 那一款玩具非常优秀 那这一次的载具的话呢 也是类似坦克啦 但是外星的感觉非常的强烈啊 几乎可以说是作弊形态 那其实它这个是非常接近 剧腕里头玩具的坦克造型的 那它的侧边 只是一个非常凶恶的头像啊 那有此一说吧 人说日版里头它其实是牛啊 美版是羊 日版是牛啊 有此一说嘛 我记得我好像在网上 不知道什么地方看过这一段 那它的武器搭载 也比较丰富一点有两把 这个到底是刀呢 还是枪呢 这个玩具本身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来看了啊 首先它的武器的部分呢 出乎意料之外 居然是个类似软胶的部件啊 实在是太让我意外了啊 然后它的涂装倒是涂得挺好的 这个灰色 看着金属光泽还不赖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要组合在坦克侧边的 那一定多少会蹭掉一点漆 前面有一个保护手部的这个护柄的部分 转动的时候呢 会稍微干涉到 不过它是软胶部件 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在意了啊 那你想把它拿成类似枪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这样子 变成是类似一把枪了啊 那如果你要把它安插在侧边 那也可以都行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安插在后面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把它的背包的话呢 弄得更加的丰富了啊 当然也有一说啊 是可以把它的这个后方 背包的这个炮啊 你可以把它安插到侧边 反正呢 这个武器的话呢 随你怎么去安插 甚至因为它是这样子吧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把枪 反正武器就是四把 然后身上的孔洞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这些你都可以做一些 不同程度的搭载 好吧 我印象中吧 这个人物是什么武器专家吗 应该不是吧 但就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这次玩法 在武器方面的话呢 是做足了比较大的功夫 那这个就是再次强调 它是一个软胶部件 那身上的话呢 也是充满了各种野性的气息 首先的话呢 头上这里还有一对着脚 前帽子是一个大脚 大脚的话呢 你就往内折进来 它就会挡住眼睛 那头部的咳洞还不赖啊 是一个球形关节在这里 完全就是一个 这个这个戴着 骷髅面具的家伙 那这个脸上 脸上的这个白的话呢 是有一点 嗯 也是带有一点点消光 它不是很刺眼的白色 你看这个白色就是涂装涂上去 在紫色部件上面涂的 而且侧边可以看到这个涂的并不是非常的精美啊 包括这个裙甲这一代的这个白色的话也是涂上去的 稍稍的有一些颜色没有压得很漂亮 后面这里可能是白色的部件啊 但是前方的话呢 这个地方那就是涂装涂上去 反正它身上的白的话呢 看一看 至少分成三种颜色啊 这个头头面具 肩膀 还有这个裙甲白色不太一样 那头胶的部分翻到内侧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 这个不叫头胶 这个叫做丑啊 这个造型内部确实是比较简陋一点 真正的大头胶的话呢 在这个手臂的后方 那这个炮的话呢 就是可以做一个自由的转动 变形的时候呢 是可以把它拆下来 也可以不拆下来的 可动的话呢 平举 可以完全做到平举 它的上方还有做出一些开口 而且它这个 这样子上来的时候呢 我的感觉吧 是还蛮紧实的 甚至它有一点 有一点齿轮的这个感觉 不是很强的 但好像有吧 我说不上来 这个感觉实在太薄弱了 那这个手肘的话呢 大概弯到这么多 那手腕的话可以转 只是会掉下来而已 懂我意思吗 然后 然后呢 脚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这一块 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凸啊 它要卡进去里头 卡进去里头 它才能够比较稳固一点 不然它其实会晃的 但是我个人感觉的话 就夺此一举 我觉得 嗯 不是 不是 不是很 不是很OK的感觉 那侧踢的话呢 这个裙甲其实限制比较大 只能踢到这么多 再往上踢的话 我怕把玩具弄坏了啊 那接地的话也是有的 似乎现在官方的玩具 这个接地已经变得是 非常非常 基本的配备了 那我们一起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山羊膜的变形过程 啊 这些武器配件 我们先把它给拿下来啊 那先把这个头的话呢 这个大脚收起来 那个小脚也往后面推下去 头先抬高一点点 把胸甲给打开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往后推一下 这个整个头的话呢 给缩到下方去 那这里的话呢 可能脖子的话呢 稍微调整一下 只需要把这个头能够藏下去 就可以了 这个部件就可以盖起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两侧的部件呢 这里有个滑槽 把它往上提上去 两侧中间靠过来 卷头收进去 然后呢 转到这个内侧内侧啊 它是有两个结合的卡扣的 我们将它给扣上 然后紫色的这个洞啊 对白色的这个 凸啊 我找不到白人可以对茄子怎么样啊 然后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我们先把脚给变形 往好的脚这个地方啊 这里给打开来 这里有个结合卡扣 把它松开 往后面先推上去 脚底板放下来 那这一次我们一样 把它松开来 脚底板放下去啊 然后到这 然后整个的话呢 这里有个双动关节 可以帮我们的话呢 怎么样呢 把这个脚的话呢 你看一下这里啊 这个脚我们要把它缩短 缩上来 按这样往上面 抬上来 抬上来 一个双动关节抬上来 到这里 那它是有一个紫色的一个凸跟凹 这里要扣上去 不对 我们先把这里变下来好了啊 这里 这个腰这里啊 是把它打下来 90度之后 腿再往前面伸90度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白色的一个凸 对这里有一个灰色的 一个凹在这里 啊 这里也是必须要扣上去的啊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先把 先把这个腰部呢 给折下去 这个跟前几天分享的那一款 这个啊 这个BW那个蚂蚁的这个 腰部的折法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里一样 把这个啊 这个大 大腿小腿给缩短 除了里头的这个紫色的凸啊 跟这个里头的这个卡扣扣上去之外 啊 还不要忘了啊 把这两个白色的这个凹槽啊 给扣下去 那这里的话呢 原则上就是硬扣啦 我的感觉是硬扣 两腿做一个合并 硬扣就可以了啊 没有什么 因为它不是很好对啊 你就不需要特别载 而且它攻差算的还挺好的 这个部分就往后面推上去 推上去之后的话呢 旋转这个部件 所以旋转上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凸 这里有个凹 把它给扣上去 到这儿把它给扣上去 这里一样旋转过来 把它给扣上去 那这里要留意一下 它这个玩具有很多C型扣 我觉得它塑胶是稍微一点偏软 很多C型扣的话呢 其实扣的不是很稳啊 在并行的时候呢 如果你手顺不对的话呢 是喷溅的话呢 是在所难免的啊 在所难免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啊 扣稳一点 好的 那么基本上的话呢 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大型 它就差不多到这儿了 然后的话 把这个 我去 武器我记得是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那这个刚刚忘了啊 人形状态下 这个不应该翻下来 它应该有一个尾巴 刚刚忘了 忘了展示下来 然后武器 炮台可以旋转 那它的这个兵器的话呢 是扣在侧边这里 那扣上去的时候呢 就是说可以填补这个地方的一个 一个缺口之外 那这里还有一个凸跟凹在这里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记得 要把它给猬去上去啊 这个地方 嗯 就是这样子 它对于玩具的 这个稳定度来讲 应该还是有一些帮助吧啊 虽然是一个软胶件呢 应该还是有点帮助的 这边 把它给扣上 好的 然后这个 就是我们这一款 三压膜的一个载具形态了 那由于 由于它这个地方 有一个卡扣的关系 锁扣了 其实也不是 你说它扣不稳 其实也没有说不稳 但是它真的只是放上去 可是就是一定的一个 不会晃 那因为它这里有一个锁定的位置 所以它这个武器 原则上我们就不把它移到 其他地方去扣了 因为等于是说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的 那你说它是像坦克吗 因为它有履带 那没有问题 那你说像飞行的坦克 也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它样子看起来 确实是有一点外星载具的一个形象 这个 我们把它再调整一点 好 那大小尺寸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Deluxe等级的一个玩具 可能你会觉得它这个变形 嗯 你说它有没有惊喜感 我是觉得可能最近几波玩具 很多变形玩具像这样 也不算差 也不说说不当上哪里好 那么可能就是 如果你有G1的玩具 这个玩具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造型 这个致敬的意味相当浓厚啊 那我是比较喜欢它的人形吧 它人形的那个头啊 比较有点意思 载具就是差强人意了啊 当然可能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情怀就是了 那作为这一波里头 Deluxe等级的玩具呢 其实我是比这一款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那但实际上拿到之后的话呢 有一些像这个地方的有一些细心扣的位置吧 呃 像像这个 这一块部件 跟这个连接感的这个地方都有细心扣啊 我我这款是比较容易去喷解 手腕的话呢也是第一次不小心转喷了 这个的话呢感觉没有痕迹 因为反正就是 你就觉得这款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偏 疲软的感觉啊 疲软的感觉 这个如果你今年四十好几的话 你当然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啊 这日常生活确实是比较辛苦一点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那边 非常谢谢给我的收看 我是说四十几岁的人可能看过《银者战士》啊 我知道你们又在胡思乱想了啊 有必要现在就下垂吗 好吧 那就进到那边 非常谢谢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